化学兵手拿消毒管 在台东清水社区仔细清修 前一晚民众被救护者潮信探头 一看发现赴牙车停在门口 也全都吓坏了 不担心破散啊 会影响到会传染到 会烦恼啊 怎么说 就给我们外卫掉了 有642户 然后入住率差不多有7成 那有200多户就是已经出租给外山 它是都是外籍客 所以就是蛮多奇怪移入的 7号公布21例境外移入 其中5例就是来自台中清水这个社区 这5位孟加拉及船员 持有3天内隐形报告 从新加坡来台 分别在10月29日 还有11月18日入境 隔离检疫14天后 筛检阴性就入住公司安排的 台中清水社区 进行7天自主健康管理 没想到却在出海工作前 依照公司规定 并筛检 在12月6日验除PCR阳性确诊 重新裁检 然后重新送验 它5个里面有4个是阴性的 一个是阳性 那阳性的话 它的CD值是33 它这个慢性抗体呢 都是阳性的 过去可能打过疫苗 第二个呢 它可能过去感染过 检测结果时 因食阳台中市卫生局 不敢大意赶紧异掉 发现有阳转阴的4位船员 在12月3日和5日分别有到全联 无期文化店 还有清水便缝店购物 门市也紧急笔门清销 至于7日检测 仍然是阳性的确诊者 则是没有出门 也检验有这个抗体的一个产生 所以目前研判应该是属于一个 旧案的情形较高 偶尔都会看到有一些这种阴转阳 阴阴阳阳阳的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部分 后续会再针对他们的一些 病毒量的变化 再来做追踪 不过目前针对这个 个案来讲 应该对社区的威胁 还是评估是相当的低 虽然病毒精英定序还没出炉 但确诊阳性的船员CT值33传染力低 呼吁民众不用太过担心 台湾新闻 红世辰 张家宝 白云飞 台中报道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 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静和 台湾 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